HELLO 大家好 我是噴噴 喬喬 現在呢 準備去附近拍手機的素材 昨天搶保底沒搶到 少了一百塊錢 好心痛 這個痘痘又起來了 就是生理期的時候 就是快生理期的時候它就會 長瘋狂的冒 沒有辦法去處理 我也不會管它 已經很久了 咱沒有畫底妝喔 看毛孔 黑頭 都比較明顯 畫了眼睛和嘴巴 原相機 現在我的視頻都是原相機拍攝了 沒有用美顏的 但是那些小視頻呢 我都會用那個美顏拍 最近地界美顏拍還是很漂亮的 看著我也心情很愉悅 因為我們家是住一樓嘛 然後我爬樓梯的話就發現了一個現象 就是很不安全的一個現象 就是大家都會把自己的鞋架 哎 那個不用的硬兒車浴盆 以及自行車花盆等等各種雜物 就堆在樓梯間或者是樓梯的那個走道上 樓梯間的話就是他們自己門口 放在自己家門口 然後堆放在那裡 因為那個鞋架嘛 他們是進出方便了 穿鞋脫鞋都在外面 把鞋都放外面 哦 又不想想別人怎麼想 但是呢 看啊 因為有一個人這樣做 其他人都這樣做 就是把家裡不用的雜物都放在外面堆放 然後我去爬樓梯的時候 有一次超恐怖 就是他把那個大的很大的架子 他就直接就是放在樓梯間了 然後人根本就通不過你知道嗎 然後氣得我直接發了一張照片 發到那個業主群裡面 我說這樣很危險 反正就這樣吧 然後他還有一些人 他堆的那個東西真的是很多 他還要 你知道吧 為什麼要呢 他把不用的嬰兒車和浴盆 碟放好 然後蓋了一個防塵布 把那裡堆堆好堆在那裡了 然後呢 就你一個人可以通過 你一個人通過呢 還是要側著身才能通過的 不然根本就通不過 你萬一說有一個火災 對吧有一個災情 那完了大家不用跑了 不用逃生了 反正我注意了我不管 我也不怕 人家你住高層的就倒楣了 跑不下來了 基本上每一層都有雜物 或多或少 有的很多只能通過一個人 有的人就可能就有一個小花瓶 小花盆在那裡 沒有用 我那天發圖片的時候 群裡面根本就沒有人回覆 就裝容作啞 因為大家都放 我也不能指明道姓對不對 我要如果說把這個事情點破了 我就成了那種出頭鳥 我可能會被打 所以自己的安全自己負責好嗎 太多這樣的沒有功德性的人 沒有考慮過自身安全 其實有很多的火災啊 就是發生 看到很多那種火災的新聞 就是因為逃生通道被堵塞了 被占用了 導致人家跑不掉 你知道吧 幹嘛就逃不掉 全堵在那了 其實就是太安逸了 過太安逸了 因為也沒什麼事情發生 但是呢你萬一有一個事情發生 那就是GG了 對不對 那就GG了 沒有辦法了 最近爬樓梯啊 我的胳膊不知道為什麼很痛 就整根筋這邊好痛 這邊還受傷 沒有摔跤是癢 然後抓破了 素材拍完了 幾分鐘的事情 兩分鐘吧 三分鐘 結束 現在我們在商場 電視 炸電 就除了這個有點痘痘以外 其他的還可以 小心頭哦 我肚子好餓哦 秋秋 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人逛 十一點了 早飯吃 七寶古鎮 上海的七寶古鎮 肚子太餓了 因為早上就吃顆蛋 好香 好香的蛋糕味 如果是吃飽的狀態 聞著這個蛋糕就就會覺得很膩 因為好甜 一聞就很甜的那種 對不對給他買個餅 旁邊有一個店 然後賣那個餅還挺好吃的 那時候在騎車坐公交車的時候買過 買過幾次還蠻好吃 那個餅裡面有肉啊 有 這邊屬於上海的外環郊區 那他這裡也是一個景點 牛肉火鍋 炒蒜牛肉火鍋 那我吃的辣不辣 蒜多多 辣多多 還有香菜多多 多燙一下 給他小朋友吃 寶貝餓了對不對 還有抗力了 我叫你好好吃那個飯飯 不要敲了 不可以敲 不可以 爸爸 吃一小一點 小小聲 小小聲 小小聲這樣 燙燙 蒜少多了 麵麵 上燙吹一吹 上燙 先吃洛洛 燙燙喔 呼呼呼呼呼 吃一吃 我怕我吃不飽 吃這點菜 在外面 smh 趕快吃 竹魚 全滴 gera 这个肉稍微烫几秒就熟了 这颜色怎么那么深啊 为什么牛肉这个会那么深 一口肉我吃 嗯 对面 你看 不然光吃熱什麼都烤 大家好啊 現在是下午的三點五十 那個我們球球剛睡醒 所以現在開始給他弄下午的水果 等他每次午睡醒來之後呢 會吃一顆水果 有的時候是香蕉 有的時候是桃子 有的時候是蘋果 反正就是各種水果給他吃吧 這我買的睡衣 他在看那個動物品 水果在吃著呢 我已經把今天晚上他要吃的菜 備好了 就到時候準備直接炒就行 今天給他準備的是四根雞翅 然後加了一顆土豆和小半顆的 胡蘿蔔一起這樣做紅燒雞翅 這樣有肉有菜 基本上菜不怎麼吃 就調味吧 因為加了胡蘿蔔燒紅燒雞翅的話 他更有一種綿稠感 就是好吃一些 更香一些 好吃完了哈 這還有一顆 這裡還有一顆 吃完我給你收啊 然後已經煮上米飯了 今天給他的就是主食的話 就是米飯 球球的晚餐做好了放涼 你不要去吹一下吧 放涼太多了 吹一下 吹一下 球球最愛的雞翅 你吃你吃 球球吃 還有胡蘿蔔跟土豆 然後這個是剩餘的 我來吃一點 還是很好吃的 這個土豆很麵麵麵的可好吃了 吃不了的就吐給媽媽 飯飯也要吃哦 小鴨腰 一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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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鍋 一鍋 一鍋 擦呀呀 擦吧 哪裡有傷口就擦那裡 對不对 用完了在垃圾桶里面吧 嗯擦完了又扔垃圾桶里面吧 明天切垃圾桶里面吧 对啊 要扔垃圾桶里面 那么这个药药不能擦 妈妈要擦另外一个药药